杨坚死死地盯着手机上的屏幕 此刻屏幕上发来了一封邮件 上面显示了一份特别的资料 大昌市黄岗村灵异事件档案 继续往下翻 资料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相关资料 某年某月大昌市黄岗村突发灵异事件 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下面是一张卫星图 卫星图上村子所在位置上的所有建筑 连同村民 甚至是村子里的积压狗 全部都不见了 周围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一张手绘图被人用涂改叶给涂掉了一样 只剩下空白的一片 不 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剩下 在这村子的最中间 莫名的出现了一样东西 一口棺材 图片的很清晰 阳间甚至是能看到这口棺材的形状 颜色甚至是一些细微的细节 这口棺材和前面灵堂里的那副棺材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图片之中摆放在村子中心的那口棺材是 打开了的 而且在旁边站立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看不清楚 像是被什么力量干扰到了一样 就算是最先进的卫星也没有办法拍摄清楚这东西 然而继续往下翻 黄刚村灵异事件发生三天之后 离奇消失的村子再次出现了 可是村子里的村民却没有再回来 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空无一人的鬼村 事件影响很大 大昌市遇鬼者冯泉负责调查 这资料上的大昌市遇鬼者冯泉应该是周正的上一任 某年某月某日12点50分 遇鬼者冯泉到达了黄刚村 13点15分 冯泉正式进入黄刚村 行动资料到这里没了 接下来是一段对话式的资料 已确定村民全部消失 可能已经死于厉鬼之手 出于谨慎我并没有深入村子太久 我看见了那一口棺材 棺材是打开的 卫星图片上拍摄的棺材旁边人影确定不在 个人将那人影判断为厉鬼 危险程度不明 今天似乎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 我决定冒险留住黄刚村一日 至少要弄清楚那只厉鬼 到底是不是在村子里 晚上我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 厉鬼出现了 我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这村子有古怪 十分不寻常 我只怕是出不去了 建议封锁整个村子 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了自己能做的了 千万别动那口棺材 那口棺材 零散的报告并没有多少 只有寥寥几句 但是从这些简单的对话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遇鬼者冯泉最后应该是死在了黄刚村 并没有活着离开 而且对话的资料有些被人为的删减了 遗漏了很多的线索 这些线索应该极为重要 以前整个黄刚村都在一夜之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虽然后眠再次出现 可再次出现的村子还是原来的那个村子吗 杨坚紧紧的握住拳头 既然不是那现在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又算什么 看着灵堂里忙碌着的村民 还有坐在小巷子里聊天的老头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除了那徘徊在村子里的厉鬼之外 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 村民既然早已经不存在了 那眼前的这些村民南部城全部都是鬼 意识到这点之后 他感觉到了一股彻股的寒意 盯着一个坐在门前洗衣服的大妈看了看 那大妈对着杨坚回了一个客气的笑容 他从这些村民身上感觉不到厉鬼的特性 不 不可能 这个猜测是错误的 村民不可能全部都是鬼 因为这里的鬼数量不可能多到这种地步 而且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怪异的地方 连被厉鬼操控的迹象都看不到 杨坚推翻了这个可怕的猜测 被鬼控制的人他见过 有种诡异和特别 总之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但这些村民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如果这些村民不是鬼的话 那又怎么解释他们在这里生活这么久 却没有遭到厉鬼的攻击呢 又是什么让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黄刚村的所有村民早就已经随着第一次灵异事件而神秘的消失了 还有那个逢拳留下的话 别动那口棺材是什么意思 如果动了之后又会怎么样 别的先可以不管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关押棺材里的那只鬼 这是已经确定了的事实 但是我不能确定的是这个村子里就只有一只鬼 咳嗽的病鬼和杀死贺胜 欧阳天的鬼应该是不一样的 要是猜测属实 那么第二只鬼在哪 杨坚现在有点不敢动手了 他隐约觉得这两只鬼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 一只鬼很凶 凶到连遇鬼者都能杀死 另外一只鬼并不凶残 每次都似乎有意地聚集自己这些遇鬼者 就像是 想要避免自己等人落单被杀死的情况发生 要是情况真是这样 那么首先要关押的鬼应该是那只杀死两位遇鬼者的凶鬼 而如果关押错误 把另外一只试图制止凶鬼的病鬼先一步关押了 没有了制约 天知道那只凶鬼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意识到这点之后杨坚又惊又惧 还好昨晚没有愣着头皮直接行动 而是选择观望了一下 确定了一番 杨坚 你居然没事 真是太好了 出情况了 整个村子都被厉鬼封锁了 我们开车没办法离开 只能返回村子里 而且就在昨天晚上我们遇到了厉鬼的袭击 还以为你已经不行了 现在看来是我们比较倒霉 那只鬼先盯上了我们 还好反应即使 没有被那只鬼得逞 要不然又要死一个 这个时候 呼的汽车的引擎声响起 三辆跑车开了过来停在了道路旁边 张涵一下车就有些激动的说着昨晚的情况 杨坚默的回过神来 有些惊疑的看着张涵 就冲他这句话 他完全可以确定之前的猜想了 村子里的鬼 就是有两只 一只病鬼 一只凶鬼 一只在棺材里 一只游荡在外面 不会再死人了 如果你们肯配合我的话 这次的灵异事 能够解决 杨坚呼的盯着他 十分认真的说道 为盟主加耕 留万叶未央 至柔情人 还欠三张 因为两个盟主要更四张 剩下的明天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